我們現在就來試看看怎麼樣點亮你的LED燈 來 我們現在有了這個硬體頭 那我幹嘛關心 你旁邊那一根太粗粗了 好 來 這裡開發板有沒有 這裡 你看這裡 我們現在這裡是不是有開發板 對 好 先找到上面這一個 這一個你就可以拿出來 我們現在這個模擬器呢其實就是 它雖然是用UNO 但是實際上就是它模擬馬克1號跟Fly 所以我們用的方法是用模擬器 你有沒有發現 Webduner好多種連線的方法 對嘛 所以我們現在用模擬器的方式 那麼後面這個名稱就是那個裝置的名稱 你要叫它什麼名字隨便 你也可以從下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叫Device ID 有 看你喜歡改什麼也可以 反正我現在用123次代表它這邊就變123次 好 那現在呢有這個 記得一個原則就是硬體先連接 就好像我們有電腦 硬體是要先有 你才可以有軟體去控制它嘛 所以我先從左手邊 這個類別裡面 你會發現這裡有一個LED燈 相關的就是你的硬體是哪一種 它就都放在那個類別裡面 好 上面這裡有一個 重點就是這個角位 來我放大一點 這個角位 我們剛剛是接在10對不對 對 所以角位要對 不然你插錯 孔就沒有用了 好 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就可以來這邊 告訴他 不然你閃爍一下給我看 所以我就play一下 有沒有就會亮了 這樣可以嗎 所以模擬器可以這樣這樣玩啊 可以玩一些東西 齁 可以玩一些東西齁 那這樣子 如果我真的想玩真的的話 我就會來這邊改 改一下 這樣就可以控制真的啊 這樣有沒有簡單 一定要看那麼清楚嘛 還是太亮太亮了 對不對 齁 那我們用這個程式寫出來的 事實上它就是一個Java Sweeper 就是這樣子 因為它是網頁 它是網頁齁 所以這個是WebDuno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 其實積木不會太難嘛 但是你很快就可以接什麼 如果是Arduino部分 你就還要接電子 要接電子 不是說WebDuno都不用接電子 而是說 在這邊來講 尤其是這種入門的 各位會不會覺得 這樣比較有成就感 有齁 那就換你試看看 好不好 你就是先從一個開發 那如果你積木弄錯了怎麼辦 有三種方法可以拿掉 一個是點到它Delete 這是最快的 第二個往左邊丟 有沒有一樣 還有一種方法 我仁要收起來 如果你堅持一定要看到 垃圾桶會打開的話 你可以丟這裡 呵呵呵 這樣了解齁 好 來還給你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